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都会选择使用Facebook广告,如果你也想建立Facebook推报商品,零基础完赚,Facebook广告,不烧钱不入坑可以给各位提供一系列新手指南与实操技巧。 除了投放广告,Facebook也有许多适合普通营销和推广的功能,本文将分享一些会影响2019年Facebook营销和用户体验的趋势, 无论你是使用它来与人创建联系,还是推广业务,都应该知道这些内容。 热点一,用户信任和品牌透明度隐私和安全,在2018年一直是社交媒体关注的重点,2019年,这个热门话题也将延续, 用户将看到Facebook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为提高数据收集,广告内容及其平台指振的透明度所做的更多努力。 热点二,快速回复客户,提高展示率快速响应,是Facebook的关键。 Facebook允许企业在该平台提供全天候客户服务或用户支持,当然Facebook也将奖励你的勤奋。 你的主页响应率和响应时间,是衡量企业管理主页的标准之一。 响应消息的速度和长期保持管理主页的一致性,会为你带来更多收益。 假如你的回复率很高,且响应时间很快,那么你的主页访客会看到Very Responsive Messages的规章。 这会影响主要展示率,也会鼓励用户更多的使用Message与你建立联系。 热点三,视频占主导地位。 吸引三倍用户观看直播视频,在2019年占据Facebook主导地位。 视频是这几年来该平台上最主要的内容类型,但直播视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增长趋势。 它的真实性和实时传递性,使这些视频吸引更多Facebook关注和观看。 那么,如何制作一个吸引人的Facebook直播视频内容? 答案都在Facebook Live这么玩,才能更好的圈粉文章里。 热点四,寻找小众网络红人。 扩大品牌影响范围,网络红人在YouTube、Instagram上都很受欢迎。 但最近有数百万粉丝的网络红人价格也在大幅攀升。 在2019年,你会看到更多的小众网络红人。 小众的网络红人们有一个小而专注的粉丝群体,他们对YouTube产品或服务感兴趣。 企业、组织或公司可开始寻找这类人,以分享品牌。 产品的最新消息并扩大品牌影响范围。